於是以制裁特徵國家法律 基隆市長就職典禮 法務部長蔡清祥擔任兼交人 新科市長謝國良宣誓就職 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在大家的訓練下 我們期望市長送市民的溫度 帶領基隆邁向新的時代 現任市長林又昌 將印信交給新科市長謝國良 台下邀請市府首長及來賓 總計300多人管理 我自從當選以來 都是用誠惶誠口的心情 來看待一切的市政問題 但同時間我又用很堅定 跟很清晰的態度 來看待未來 我們要做的很多工作 所以我在這邊 要啃頭大家 希望能夠在未來的市政工作上 能夠做國良的後盾 給予國良很多支持 我們在座的很多市政團隊 我也非常感謝他們 願意跟國良一起 能夠加入我們基隆的這個大家庭 大家一起打拼 他們有的是過去我立法院的同事 有的是在各個領域裡面 非常傑出的一些 非常優秀的各界的優秀人士 那我也特別要謝謝一下我的副市長 修佩玲 邱副市長 我相信他的加入 跟我們這些在座的團隊的加入 都能夠給基隆 發展更多更好的一個新的氣象 那未來要做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就如同剛剛說的 成煌成煌 但是又堅定清晰 所以在未來 我要懇請我們的市府團隊 讓國良能夠盡快盡速的 能夠上軌 讓我們的市政能夠無縫接軌 推動下去 未來過去國良曾經有說過 很多我們要推動的政策 我們希望能夠盡速盡快的好好推動 要感恩的人太多 要感謝的人也太多 我想只能感謝天 感謝上帝 感謝這個城市 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另外呢 我也是滿滿的一個祝福 我相信未來的金融市政 在謝市長以及謝師傅團隊的一個領導之下 一定可以帶領金融市 繼續的向前邁進 我想過去八年來 又一張承諾 要讓我們金融市民 成為一個光榮驕傲的金融人 我想這一點 八年來我們做到了 最後滿滿的感恩 滿滿的祝福 祝福謝市長 期待謝市長 未來帶領金融繼續向前 硬性交接完成 謝國良正式入主 金融市政府 第一件事 先簽署 副市長及新任市府一級主管 人事命令 任命 邱佩玲為金融市副市長 任命當務長為金融市 金融市副市長 隨後謝國良宣布 市府人事派令 副市長 邱佩玲 率領一級主管 宣誓就職 當然是希望跟各局處的團隊們 盡快的做業務簡報 讓我們的市政能夠盡快上手 那當然我有我自己想要推動 有關於家庭式 親子式的一些建設跟設施 那我也會積極的跟他們來探尋 如何能夠有效率 能夠在時間內 就盡量能夠給市民朋友 一些成效跟成果 我在這個 廣播專訪的時候 我有說希望在百日左右 可以給大家一些很不錯的 室內的 看起來有質感的 室內兒童樂園 我覺得這個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當然啦 這只是舉其一個例子 事實上市政工作 各方各面有太多東西要來完成 所以我希望能夠盡快的跟大家 能夠在業務上 能夠進行深入的討論 盡快讓業務能夠上手 就職典禮上邀請地方士生 幾名代表出席 謝國良的爸爸謝修平 全程參加兒子謝國良的就職典禮 心中滿滿的感動 我懷疑嗎 我懷疑耶 很高興 你是懷疑嗎 太懷疑了 為什麼 我感謝國良完成我父親的志願 是父親的遺願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 他幫我完成 他幫我的責任 我替我爸爸完成 謝謝啦 我感謝謝國良 新鶴市長謝國良是虔誠的基督徒 在他發表就職演說前 特別邀請重新教會牧師 為新鮮市長祈福祷告 典禮結束後 新鶴市長謝國良邀請市府團隊 家人及輔選團隊 和各界人士一起合影留念 象徵為基隆市的建設一起打拼 記者黃少平、黃日生、陳淑萍採訪報導